今天讲的字呢 是源自于 有一天我要去一间服装店买衣服 然后我就在那边一号 我说请问有没有那个筛席筛席 突然间那个字眼老是来不到嘴边 就不知道那个筛席到底突然间普通话 怎么说忘记了 所以突然就灵机动了 想应该有一集的节目 就给他讲一些广东字 可是那些字眼呢 是从英文里面的字呢 给这个印译过来的 那这些字呢 在普通话里面又是怎么说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就发散 发散 哎呀你管好多发散啊 那其实呢也就是来自这个字fashion 好多发散的意思 那我们普通话里面可以说是 很多花样 他花样很多 或饰样很多 那个好多发散啊 这个花样很多 来自这个fashion这个英文字 好另外这个字 洗多 洗多 再来自英文字 store 那这个普通话里面怎么讲呢 是小店 小店 香港人经常常会说 都楼下洗多 买滚 滚帐又回来了 洗多 洗多 原来就是小店 到楼下小店 去买点东西 小店 洗多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小店 小店 踢 打个踢啊 还有个格子 打个踢啊 其实就是这个打个踢啊 普通话里面我们说打个勾 打个勾 不说打个踢啊 不说打个踢 打个勾 打个勾 还有这些字呢都是从英文里面翻译过来的这个 胎 打胎 勾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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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 普通话里面就是领带 领带 可是香港人少人会说 打条 两带 都说 打胎 其实就是领带 领带 我们到店里面去买条领带 不说买条胎 买条领带 这个 磕打 磕打 以前我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以为是那个胶卷 以前那个这个拍照用的胶卷 那个牌子 有个牌子叫磕打 kodak 那中文叫磕打 而在香港 我以前竟然看到这个字 磕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是来自英文字 order order就 order order 落 order 这台就是下订单 下订单 或者是下指示 收到order了 收到指示 指示 或是收到订单 订单 order 好 这个 你的number是几好 number number 就是英文字 number 普通话我们叫 号码 号码 我经常听到人家 你的number number 我觉得 这个音字听起来 我们觉得很有趣 number number 其实就是 号码 号码 这个 波 打波 打波 普通话我们不说打波 我们叫打球 打球 踢波打波 不管打什么 球 羽毛球 足球 篮球 他们都是打波 可是我们会打球 而且我们会说是 打篮球 踢足球 打羽毛球 不同的球 这个 踢球 踢球 好了 这个就是让我灵机一处的字眼 筛洗 筛洗 青马有什么筛洗 你给你三秒的什么筛洗 我们就可以说是 尺码 请问有没有大号的尺码 有没有小号的尺码 请问这个衣服有不同的尺码吗 尺码 广东话就是塞洗 塞洗 这个是我在工作办公室里面 经常听到我香港的朋友 他们经常说 帮我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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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件 fax fax 我经常听到后面这个席字 我就会在那里头笑 fax fax 其实是传真 传真 到现在我还是每次听到这个fax 我就会这么偷笑 好 这个 这个toast 到茶餐厅 到茶餐厅 茶餐厅 会吃 doss 是来自这个字toast 那普通话我们是说烤面包 烤面包 是吃个多事 多事 很多可能外地来的游客 看那个到茶餐厅里面 看那个餐台 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多事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烤面包 烤面包 或是红面包 以前我刚来香港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这个字 我会觉得很耐人寻味 很有趣 士多啤 啤梨 士多啤梨 也就是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原来是草莓 草莓 他们香港人很少会说草莓 都说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这都是很有趣的字眼 那都是从英文过来的 好 来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 发散 这个散字 香港人也在家里 经常会有那个沙发 沙发后面会有那个垫子 他们也不叫垫子 就叫 枯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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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自英文字 那枯绳其实是垫子 那这个发散 发散 发散是花样 或式样 士多 我们说小店 小店 打个贴 我们说打个勾 打个勾 波胎 打条胎 胎我们叫领带 领带 落个order 下订单 或是下指示 收到order 收到订单或是收到指示 Number 你的电话number是几号 number是号码 号码 打波是打球 我们说打球 这个 塞席 塞马里几三 有没有代码 塞席 塞席是 持马 持马 fax 是传真 传真 其实我在想 可不可以只讲fax 不要一个席字在后面 为什么他们不说 fax 帮我fax这个文件 或是帮我 从那边 收到这个fax的文件 这个fax fax 很有趣 传真 传真 toss dossi dossi 是烤面包 烤面包 喜多杯雷 喜多杯雷 是草莓 草莓 很有趣 我希望在生活当中 再给大家发现 多一些 这些很有趣的字 可以让大家知道 比如我们去到一些 讲普通话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到去餐馆里面 吃东西也好 或是买东西也好 突然间能够想到那个字 能够怎么念 下个星期再见